几道闪光不停照亮天际 下一秒伴随农民烟雾笼罩整片天空 尾巴冲突战火持续升温 双方各自发动新一轮 狂红猛炸 以色列加强攻击力道 锁定拉法过境点进行轰炸 而这里也是加萨南部平民逃敌的唯一口安 不少民众拉的行李 试图要从拉法逃往埃及 一旁还能看到农民烟雾层层笼罩 不只轰炸拉法区域内 用来走私武器装备的地道 以色列更警告埃及 不要运送物资到加萨走廊 所有出入卡车将全数遭乙军轰炸 同时也针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 行动枢纽 富尔干区域进行空袭 随着以色列持续进攻哈马斯再船两名高层惨遭击毙 主要负责掌管资金以及内部组织协调工作 眼看商兵败将越来越多哈马斯更放话 若以色列对加萨发动歼灭战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将会参战 而美国则发出严正警告 不希望这波E8冲突持续扩大 同时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 低估美方听以色列的决心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